出發力檢查而已 檢查而已 受傷 娃娃車突然撞上電線桿 小朋友嚇得嚎啕大哭 而車子擋風玻璃碎裂 保險桿撞飛 車頭也是整個凹陷 受損相當嚴重 突然這麼一撞 車上所有人都嚇傻了眼 突然發生車禍 小朋友個個都嚇得驚慌失措 被趕緊帶下車 就坐在路邊的護欄上 等待救援 而救護人員後抱後 也立刻趕到現場 輸送到門落 還有慈濟 這兩家大醫院這樣 你這傷勢比較重 是突了一個 頭部另外還有一個 同步失列傷而已 仔細看看 車上小朋友的座位 都沒有安全帶 實在相當危險 當時這麼一撞 車上連同駕駛 老師還有16位小朋友 一共18個人裡面 有兩位小朋友 頭部失列傷送醫 另外有7位小朋友 跟老師輕微擦傷 好在當時車速不快 要不然沒有安全帶 高速撞上電線桿 後果可是不堪設想 兩位比較嚴重 都沒有生命危險 都沒有 因為這條路實際上 這條路不大 所以說速度不會很快 原來花蓮這台娃娃車駕駛 當時為了閃避馬路上的小狗 就這樣不小心 致撞電線桿 造成車上18個人 有10個人受傷 好在上市較重的小朋友 送醫之後 都沒有生命危險 而娃娃車雖然沒有超載 但看看車上這種 沒有安全帶的座位設計 也不免讓人替小朋友的安全 捏把冷汗 記者吳彩軒 廖宇志 花蓮報導